从陆地到海洋 从动物到植物 各种生物在我国和谐共生 比如从鸟类的数据来看 目前我国以鸟类为主要保护对象的 各级别的保护区 已经多达372处 这一系列保护措施 让鸟类有了更好的休息居住地 也有了更自由的迁徙之路 仅仅从2018年到2021年 中国有野外记录的鸟类数量 就增加了46种 达到了1491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